这茄子呀 在家你就像我这么做 不用油炸 不用炖 可好吃的 来吧 兄弟教你做 首先选择这种紫巴的茄子 茄子皮不老 而且说茄子味啊 特别的浓 用水洗净去根切成段 然后一匹四瓣 切好以后装入盆中 撒入一把盐 拌匀 砂制15分钟 然后再多切点蒜末 葱花 准备两个红绿辣椒切成末 再切点香菜末 准备一块猪肉 切点猪肉末 这时候的茄子呀 已经撒出水了 再用清水 反复的多洗两遍 然后再用手 把茄子里面的水分呢 给它转出来 茄子这样处理呀 等咱们做的时候 茄子就不吸油了 亲爱的家人们 视频都看到这儿了 阿渡啊 还想麻烦点事 帮我点个红心呗 这是造造屏幕 点两下 阿渡祝你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越整越新清 越活越漂亮 锅中放入两勺油 下入啊 钻好的茄子 小火慢煎 煎到茄子捧皮 翻翻勺 再把另一面啊 也给它煎一煎 煎到茄子捧皮了 里面变软和了 这时候就熟了 看看 这样煎的茄子呀 一点也不吸油 另起锅少放油 下入肉末 把肉末炒至断生 加入蒜末葱花 少许的十三香 少来一点黄豆酱 再少来一点蚝油 酱油 大火呀 给炒出香味 爆出香味以后啊 加入两勺的水 加入少许的老抽 找一下颜色 味精 鸡精 盐 白糖 调口 下入煎好的茄子 小火 煎至个一分钟 然后水淀粉勾芡 让每一块茄子上啊 都充分的包裹上蒸 上面撒上红绿辣椒沫 蒜沫 香菜 还有葱花 这茄子 哎呀妈呀 能多吃两碗大米饭 我每天啊 都会分享一道家常菜 关注我啊 没准还 真有点用